哈喽,大家好,这里是1还是1 那今天呢,要来试喝一个饮料,一个柠檬水 是从英国那边飘洋过海来到美国纽约我的手里的这样一瓶饮料 嗯,这一个饮料呢,它是那个 我还是看后面吧 它是来自一个叫Bilver的一个品牌 然后它是那个Elder Flower Lemonade 就是,因为我确实我一开始不认得Elder Flower是什么花那样 然后就查了一下,它说是叫那个结谷花 然后,而且是在英国5月份左右的时候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花吧 嗯,就我跑去就是查了一下,因为这个花真的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这边,我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植物嘛 就跑去很好奇,它被称作是英国人心中的万能守护者 然后是,呃,英国人的万灵药 我觉得可能它的设定有点像国内的板栏根 然后可以做果酱啊,然后做鸡尾酒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吃的 然后,嗯,据说呢是有消暑去活美颜养容的功效那样子 对,然后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个Body Shop里面有一个结谷木花的那个眼霜 对,就是跟这个原材料是一样的 那这一次就来尝一下 我蛮好奇的 其实我最近那个柠檬水喝的蛮多的 尤其是辛巴巴新出的那个饮料 真的 很惨的饮料那样 就 哦,不知道这个柠檬水好不好喝 因为真的 我感觉自从被辛巴巴坑过一次之后 我也有点怕这种柠檬水的东西了 嗯,首先是它那个花香味是蛮浓的 就是有一种那种花露的感觉吧 很清香很清香的那种 怎么说呢就是 因为之前我有那个试吃过几次玫瑰 带有玫瑰东西的那种食品嘛 然后那个玫瑰它们用玫瑰香精的话呢 那个味道其实是蛮冲的 这个的话单单这么闻还是可以的 嗯,尝一下 它是汽水来的 我以为会没有汽的那种 嗯,哪那种玻璃瓶感觉自己在喝烧酒一样 它这个气还不会很足 就只有一点点的小气泡 然后呢,味道有点微妙啊 我真的 这个味道第一次喝的欸 它那个,怎么说呢 它柠檬水没有非常的酸 只是,怎么说呢 只是,怎么说呢 就有一点像是那种 呃,稀释了的感觉吧 然后它的这个花的味道 有一点说不上来欸 嗯,感觉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吃过那个什么 呃,樱桃味的那个糖果的话 有一点点像那个味道 很奇怪 它这个有没有酒精啊 嗯,卡洛里110 然后,啊,没有酒精的 我特别怕它这种有酒精的 因为我本身是不太能够喝得了的 然后它确实是在英国出产的 啊,它们有自己的农场的那种 就是它们自己农场里的花 然后来做这个水 而且,就怎么说呢 就这样子单单看它的这个颜值的话 我觉得还是 蛮小清新的风格的吧 唯的就是味道有点怪 有点说不上来的那种 像是有一点药味 但是又不太像药味 就,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尝一下那种就是樱桃味的糖 樱桃味的那种软糖 有点像那个味道 嗯,蛮奇特的一个体验的 因为之前在网站上看到这个饮料的时候 其实它最好评的是那个玫瑰味道的 并不是这个 但是玫瑰味的要一次买这样12瓶才可以 只有这个,结果木花是可以买单瓶的 所以我买了这个 嗯,真的有点说不上来的一个药材的味道 因为我现在是常温的喝嘛 可能冰过之后味道会更好一些吧 这一次呢,就尝试了一下来自黑暗料理之国 大英国的那个,结果木花柠檬水 那对于我来说呢,这个饮料还不算是黑暗料理 因为之前有一个新爸爸的那个抹茶柠檬水 我觉得那个是我目前为止喝过最难喝的饮料了 这个真的是好了太多太多 我估计扔到冰箱里面冰一下子的话 应该会更好喝一些吧 那么大家有尝试过什么比较奇怪 但是味道又比较吸引人的饮料呢 可以在这里给我留言哦 嗯,那下一次再见了